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接下来得沸很多口水 这样握手的场面已经是第四次了 还是有媒体嫌拍不够 江炳坤 陈云玲很配合的再莫一次 让大家都不漏 心里如瑜协商三个议题 但两会代表都不忘提前预告 大家更关心的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推动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架构 确实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然而在推动的过程当中 也必须严肃 正是两岸在总体经济规模 还有体制上的差异性 以务实与相互尊重的态度 以及做法来进行未来的协商 我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商前这样一个框架协议 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议题 一年多来和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两岸的学术机构 也对此进行了很多的可信性研究 结论都是互利双赢 说的都很有信心 但这次会谈发生租税合作协议 临时喊咖的意外情形 拖显两岸存在许多差异性 ECFA真的能在江城舞会谈定吗 其实大家都不确定 好 那么今天为了做这一集 我刚从公司的大楼的四楼 我沿途经过的 我要走楼梯上来 大概沿途连化妆室的人 大概有七八个 不同的部门 包括我们今天摄影师四五个 我就沿途问 我就说请问你知道江城会的 这次是第几次的会谈吗 很多人知道是第四次 然后他们最熟的是住到在台中 然后连酒店也有人知道 那样子 那至于谈什么内容呢 不知道 跟你有没有什么影响跟关心呢 我们是一般老百姓 我们需要知道吗 也不知道 后来就觉得说 你知道有没有用 因为四个变三个嘛 对不对 所以它随时会改变 也就是说其实 我很想讲的就是说 台湾的民众对这个会谈内容 跟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关系的影响 其实是应该要关心的 可是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一个我刚刚讲 我这是昨天的报纸 这是财政部登的 结成为您服务 这个很讽刺 昨天才登这个嘛 就是说最次的协议里面 有一个叫做两岸租税协议 全民共享利益 OK 为何要洽签 必要性 急迫性 对不对 如何洽签 1234怎么弄怎么弄的 然后两岸租税协议的效应 对台湾企业跟个人 对社会跟全体 哇 都是好处 为什么不欠 先问一下先 可以这样开玩笑吗 这样说 你刚刚提到说 我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人人都应该知道 其实不一定 就是你自己家里头的事情 你也不晓得 你冰箱里头冰什么 但是要吃饭就是要吃饭 就到时候吃饭 不能没有得吃 这是人民 然后这中间 当然牵涉到非常多的专业 老实说我不同意江城会里头 说这是经济议题 所以本来就是主权议题 不管是从一业劳务 不然从租税 不管从产品验证 或是说农产品 他的所谓的免验或是验 所以问题 在在都是Jurisdiction Jurisdiction就是管辖权 就是互相都有管辖权 互相能不能减少一些程序的障碍 这个可以谈 可是互相之间 有没有办法信任 我想问的就是说 这个我们当然没有参与国际谈判 这个所谓已经江城会 第四次会 坦白讲这些协议 而且之前都喊出四个协议 它的正确程序是什么 民众想要问的说 不是都已经谈好了 这个只是最后的一个仪式了吗 应该是这样嘛 不然人家老远的来一趟台湾 还要台中管制成这样 然后结果发现 可以突然喊咖一个 这个不合常理吧 也很合常理 因为这个 给我一个奖 我先说 因为很合常理 因为要磕睡大家都不喜欢 所以 不然你尽情要谈好 不然你尽情谈 谈谈谈谈 这个政府喜欢磕这个 这个让他通过 双方政府其实都喜欢 那双方政府报纸上说 他可能在主权上面有多大争议 我看争议不大 最大的争议就是 两边的政府都受到台商的压力 那么为什么受到台商压力 我们这个 政府啊 这个广告不是颠 昨天而已的 登了好几天 不得了那么大篇 四百万 那就是要说服台商说 我这个对你们有多么好 台商又不是呆子 如果好他们怎么会反对呢 因为如果不签的话 你扣不到我的税 他签了会扣得到 问题在这里 那这个跟国民党以前 90年代的政策很大的关系 他就鼓励台商 好你们要去中国投资可以 你们到第三地 他们就发现第三地很好 那可以第三地设一个公司 台湾一个公司 中国大陆一个公司 那个账转来转去 大陆也赔钱 台湾也赔钱 第三地在全地算 公司赚钱 那钱就藏在那边了 所以你看现在 我们台商到底藏钱多少在国外 不容易估计 那多的有说七八兆八九兆之多 那这个七八兆八九兆很大的一个比例 音量就是逃税逃来的 那你藏在那边 那么好藏 那你现在这个租税 协议成功了以后 那绝对你这个账怪怪的 两边这种一对 对起来 那外面的钱 你就要怎么样交代 那就惨了 所以他们要把这个税藏在外面 因此呢 你说你们谈好 那可以让我少缴一点 问题你们没有谈好 我可以不缴啊 所以台商的力量那么大 是啊 可以影响到这样子 其实我们总共四次是谈了十四项 那这一次其实我认为不是主权的问题 因为双方在谈的时候 本来就是各自主权争议嘛 共创双赢 不是都这样背的嘛 那这次是纯粹事务性 所以在这个利基点上 我认为说事务性 陈云宁就根本就不应该来的 你没有必要就是再办这个仪式嘛 每一次就大阵仗 其实第二次那么激烈也是同样的理由 第二次是谈大三通 你觉得那个大的议题 你觉得它来还有一点正当性 那这次纯事务性的 四项里面 民进党他们做文章的 这个租税协议算是小做文章 比较争议性大的 他们是做那个农产品 检疫跟检验的问题 以及渔工 可是你仔细看他那个内容 渔工还是维持境外 他是在二十海里作业 他这次只是谈一个劳务合作 并没有说渔工你要让他上岸 剥夺我们这边的 这个渔民的生计 都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当陈云林来 把这个事务性议题端上桌以后 就带动那个政治性的一个效应 所以民党就可以进场 反正要活桌陈云林嘛 反正共匪来我们都要桌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带动 所以你再去考察大家说 哪个议题是怎么样 其实大家并不是很清楚